以前在赵云峰的时候 都是苍玄哥哥陪着我 若是苍玄哥哥现在不陪我的话 那我也不想去了 不是舅舅拦阻 父王并没有召见苍玄 舅舅也不能畏畏一旨 善作主张 若是外祖父责怪下来 自然有我担着 五王七王不用担心 苍玄哥哥真的不能陪我一起吗 请王极见谅 既然西岩不欢迎我 白驾立即返回号令 你不会不知道 我一直在利用你吧 你是说 涂山景 涂山景又不是傻子 现在的局势明显立于王叔 帮我对涂山市没有丝毫的好处 是因为你能够担心 你他才一再地帮我 还有风龙和新月 也是因为你对我的在意 他们在审视我时 势必会考虑你 但感觉上 我好像什么都没做 你做的已经足够多了 能回到西岩山 也是因为你为了我 恢复了昊玲王姬的身份 你把我看作最重要的人 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继续 是 所以 这是 我们 在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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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娘子身材不错呀 你若有几分姿色 今晚就让你陪我 对美人岂能如此粗鲁啊 这里是风月茶又不是狩猎茶 你请我愿方荣一群 再说了 这位小娘子跟我们一样 都是这儿的客人 入了莲香西域 大黄那可真没人比得上你 长相思第一季 随选随看 请知MOD影剧馆Plus观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订阅、订阅,订阅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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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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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订阅 订阅 订阅 你不吝点赞 订阅 想得分目赞 开状